政府週五宣布 推遲垃圾徵費到8月1日實施 我們記者就走坊油麻地 了解一下街坊對新安排的看法 其中市民秦小姐表示 不清楚徵費的做法 延遲實施將會有更多時間了解有關的規則 市民劉先生也對垃圾徵費完全不了解 指政府對市民宣傳教育不足 希望官員了解市民的需求 而不是一味要市民跟從政策 不過也有市民表示 平日有留意新聞 因此對徵費的規則有所了解 他反正按個膠袋的大小 你自己裝垃圾 如果你垃圾越多 你的收費就多了 他的目的是想人們減少垃圾 多不多的話 對於基層來說 當然會有些壓力 正常來說 我覺得都可以接受 我希望他如果太弱勢 那些群體就幫一幫 那些人是真的辛苦的 其他正常接受的就OK的 我覺得都 遲早都要做的這些事情 我會知道 你良心追求 我會知道 其實不是很高興的 你當時 rooting 我們是不習慣的 我會ctar